今天晚上山上的一處公寮失火 火勢是明顯的染紅夜空 還以為是這個火燒山 捷銷到場之後發現 一處公寮失火 並不是所謂的火燒山 但是火光四射 濃煙臭味是充斥著整條無星街 也嚇壞了附近的居民 北市消防局指出 火勢沒有擴大 是立刻派出了18車48人馳員 在晚間8點17分 撲滅火勢 所幸沒有釀成任何的傷亡 不過詳細的原因 還有待後續調查